世上女人千千万 还是曹氏最好看 在刘邦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选择回到老家 回到那个昔日的酒馆里寻找那位初恋 想当初他当庭长之事辜负了曹氏 可曹氏没有丝毫怨言 反而还为他生下来了一个儿子 更何况如今自己贵为久武 他却从未找自己所要过任何名分 只是在背后默默地付出 想到这里他不仅潸然泪下 于是他缓缓推开房门准备与初恋再续前缘 可眼前的一幕让他痛心不已 他不敢想象曹氏这些年是怎么生活的 刘邦跟往常一样依靠在门框轻声呼唤 可如今曹氏却没有了当年的嚣张 在思索片刻后他缓慢起身 迈着碎步低头来到刘邦面前 很是拘谨地跪下并说了一句 听到熟悉声音让刘邦倍感心愿 于是他做到曹氏身旁眼神暧昧 双手更是不由自主地握紧了他 曹氏看到眼前男人既熟悉又陌生 不知道他是否还会爱着自己 所以回答的话语极其简单生怕惹怒对方 不敢有什么不敢啊 你什么都敢你胆子大着呢